随着五一假期的临近 江苏多地的博物馆预约火爆 苏州博物馆就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据工作人员介绍 官方网站上每天早上八点钟 放出五一期间预约参观票 每日七千账票 基本都是三十分钟内预约完毕 从五月一号到五月四号 包括是五月五号的上午 我们苏州博物馆的参观票 已经是全部授请 那么目前还有就是 五月五号最后一个时段 就是下午的三点到四点 需要拼手速抢票的博物馆 不只是苏州博物馆 像吴中博物馆 大数据显示 五月一号的预约名额无票 假期热门博物馆 一票难求的现象背后 是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每个城市的抢票南博物馆 也是自带城市文化底蕴 很深就是这个建筑 是充满了江南的一种灵动感 然后呢我们的馆藏 也都是我们江南 我们这个地域里边 比较特色的一些 丰富的历史文化 那么整个结合起来 确实有这个江南文化 这个吸引力在里边 就是这个地域里边 和亚洲一号码 其实就是这个地域里边 就像这个地域里边 就是这种地域里边 就是这个地域里边 有还有一个地域里边